欢迎两位 是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是吗 是的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是一个学校的吗 是一个学校的 还是一个学校的 学一个专业吗 不是 今天谁要来啊 我要来 来干什么呀 刚开始我和他出对象的时候 他带我都特别好 而且他当时特别单纯 他是个没有搞过对象的人 但是在一起之后发生了很多事 然后我觉得他单纯的 实在是过分了 我们来听听单纯是怎么过分的 好不好 来 她是怎么过分的姑娘 其实是 有一些不好意思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比较 那个有什么说什么的人 就是大大咧咧的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 主持人啊 就是我和他儿出班检之后 然后就是结婚了 这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结果他就问我 我的出文是给他了 还是给我前男友了 这个问题 我的心当时都是 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毕竟我把我的出文 的确是给我前男友了 但是我不想告诉他 因为告诉他 也是等于伤害他嘛 结果他背着我 东问西问 最后问到我前男友身上了 我前男友告诉他了 然后我和他的确结果问 然后他就跑过来质问我 怎么了 质问什么呀 其实吧我就认为就是感情嘛 就应该完整的 因为他是我的初恋 所以呢我就想 初吻这种经历应该 只能属于我们 就是彼此真爱的我们自己 然后他却早早来就把初吻给了别人 不是那你们真爱吗 真爱啊 真爱不就行了吗 但是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啊 然后直接就找他了 找他干嘛呀 他给我解释解释啊 我其实特别在意这件事情啊 哦 我一直都跟他解释啊 说我前男友情是我的过去 而他现在 他是我的现在 可能还是我的将来 我又一直都在开导他 但是他总是握着过去的事不放 还因为这件事和我打吵了一下 一周没有联系我 我之后我就说 这人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就直接找到他有班级就说 你怎么了 你这一周干嘛干嘛去了 怎么不和我联系啊 然后他直接跟我说 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当时啊 当时就是因为这事 我直接去找他了 然后我也特别生气 你知道吗 然后找他的时候 他就是 也没有直接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就感觉 疑心更重了 就是说 以后我们每次去公园散步啥的 然后我都会想到 他们之前是不是也来过啊 然后我们之间 做过的一些事情 他是不是早就体验过了 这件事情就是 一直带给我阴影 那你追求这姑娘的时候 没问问他 说你是初恋吗 你问过吗 你这么建议 当时不知道啊 你就认为他也是初恋 是吗 对 我以为我们之间就是 真好 行 听明白 这事我们先放在这啊 就是非常在意女生 是不是初恋 这是第一 还有别的事啊 还有一件事 让我感到更莫名其妙的 就是又被分手了一次 被分手 怎么被分手啊 当时是 我不是过生日吗 他就给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猜他礼物是啥 是一个手机 他就直接花这么大笔钱买了 我就说 你把这个退回去 退回去之后 你送我其他的 只要代表心意的就行 像我之前 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亲手为他制造条 围巾送给他的 这样的 这样的礼物就特别好 然后他坚持让我收下 我就是不想收 因为毕竟两个家庭都 我并不富裕 而且我们两个都在上学 没有基本公子 我就不想要 他结果这件事和我打吵一下 然后呢 他告诉我的事 你俩我送你的礼物 你都不收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 做你男朋友了 我已经不配做你男朋友了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 送他礼物嘛 所以我为什么会送他 一个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就是因为 这是第一次送他一个礼物 我感觉他应该 能够记住一辈子的 这件东西 我本来想的是 给他送过去的时候 他应该会特别开心 会多么多么喜欢我 甚至会给一个拥抱 我原本就是这么憧憬的 但谁知道 等我给他送过去的时候 他居然说不要 然后还指责我 所以当时我感觉挺委屈的 听明白 这是要两次被分手 对 而且 他自从知道 我和前男友 就是有一段经历之后 他心就一直有一个心魔 他就觉得 我和我前男友 经历过很多第一次 和他没有经历几次 然后他说 他要和我创造一些第一次 他想要的爱情是 特别轰轰烈烈的那种 然后他就和我 一起去通晓K哥 我自己并不喜欢K哥 他有这份吸引 他想为何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我就觉得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你跟你前男友通宵K过歌吗 没有 没有 这是第一次了 对 K了吗 跟他K了吗 K了 当时我就觉得 我应该接受他这种想法 我就去了 结果他一个人在前面唱 我在后面都快睡着了 然后后半夜的时候 他拉着我一起合唱 我内心还特别崩溃 结果 结果就是 今天一点都没有 我觉得你刚说到这样的时候 特别 特别骄傲 是吧 就是什么呢 我就不喜欢那种 每天干着同样事情 一起吃个饭 一起自习 或者一起三个步 这些个事情 每天都在做 我感觉他不会记住 这些个事 所以我就想 体验一些新的事情 不是 你除了通晓K哥 你还带他体验过什么 他还曾经 带着我一起醉酒 他认为酒后吐真眼 然后他就带着我去醉酒了 然后这样 你没想到的是 主持人慌疼 三杯啤酒 主持人不慌疼 你们慌疼 他特别慌疼 还没有喝到三瓶酒 就是啤酒 他就 啪在那睡着了 你呢 然后我拉都拉不动 我当然没事 因为我 从小都和我 亲人一起喝酒没事 他就 我拉都拉不动 所以这喝酒 不是你第一回是吧 哎呀 不是 是他想带我一起喝醉 我一下都没有喝酒 不是那你应该喝一杯就装醉嘛 结果你他醉了是吧 然后呢 他躺在那里睡觉 我根本就叫都叫不行 我拉他都拉不回去 我就把他 摄友交出来 然后当时 把他 抬回去的 当时我 身体特别累 而且心也特别累 我觉得他 做的每件事都特别晃唐 想起一出 是一出 明白了 我就假眼了 但是他的目的达到 你都记住了吧 挺轰轰烈烈的吧 是吧 很有成就感吧 还行 他都快气死我了 他还干过什么事 就是他专备着我联系我妈妈 干什么 就是我的家庭是属于那种 与常人不同的 就是我爸和妈已婚了 就是在前几年 之后就是有一次 我发个说说 与我妈有关的吧 他就以为我特别想我妈 他就带有责问的语气 和我妈联系 当时他怎么说的我不知道 我妈 我妈给我打过电话来的时候 他 他边 他边哭着的 边和我说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然后 说了好多 我都 我都觉得 我一直都没有怪过他 那但是他一直都和我 这样说 我就觉得 心特别难过 我总觉得他 指责我最爱的人 这是我很难接受的 他指责你母亲 跟你父亲离婚这件事 是这个意思吗 是 其实主持人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我这个人 就是不太常常跟人沟通嘛 尤其是跟女孩子相处 所以就这个问题 其实我还自行过 我的一些朋友 然后 他们给我的建议 就是说 你应该多多了解 一下女生的喜好 还有他们的痛点 他们喜欢什么 他们不喜欢什么 你找到痛点了啊 我就想起来 前两天 他发了一条动态 就是 有点感慨 他妈妈离婚那件事情嘛 所以当时 我就想了 该怎么样 帮他就是 缓解一下 不让他那么痛苦 所以 我就 然后联系 他妈一下 我就说 阿姨 能不能就是 多回来陪陪你女儿啊 他现在就是 没有你的话 就是有点难过 然后你跟叔叔 能不能就是 关系缓和一下 能不能回来 也就这些 就你劝人家妈妈 复婚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完全复婚吧 就是 多回来陪陪傻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那更好 对吧 但是你没有想到 会对他造成了 这样一种 对啊 这个东西 其实 我本来出发点 就是完全为了他好吗 我看不得他难过 因为他是我初恋 我就是 能给他的 我都想给他 你看到没有 他就是站在 他自己的一地场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从来都没有 考虑过我的感受 他没有问过你的感受 而且 还有什么困惑吗 就是 我毕竟现在不是 大三了嘛 我打算准备考验 好 他却认为 我大四应该考验 因为我感觉吧 依他的实力 大四开始准备考验 都来得及 如果大三 你要准备考验的话 我感觉他跟我在一起的 时间会更少了 因为本来 时间也不是很多 一有时间 他又去自习了 然后我只能就是 他学习的时候 陪他一起去 然后跟陪他一起学习 你猜他说啥 他说我影响他学习 你知道吗 课前拉着我开黑 打排位 一打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 没完没了的一直都打 然后结果这时间就耽搁下来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自从他和我在一起之后 方方面面 就是都以情感为重了 他之前是特别有担当 特别想学习的那种 和我在一起之后 天天想如何去哪儿玩 去做什么兼职 而且他想带我去 多么多么浪漫的地方去玩 其实我觉得我要的是那种 平平淡淡的生活 点点滴滴积累下来 这就变是爱情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和他考虑一下 我现在和他的是什么关系了 好好好 你现在还介意 他曾经有过男友吗 还是这个事 其实已经过去了 其实说实话吧 当时真的特别 我不说当时 我说现在还介意吗 现在还好 他嘴上说不介意 但是我觉得他心里 还是有那个疙瘩呢 哦 就你能感觉得到是吧 我能感觉得到 所以就是这么 这么一个男生 你喜欢吗 我之前很喜欢 但是现在有一些 难以接受了 哦 他不懂事 他特别幼稚 哦 所以你把他拉来了 是吧 对 想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是不是 是 这个爱情听起来挺 很纯啊 就是干干净庆的 特别美 所以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我开导开导你哈 男生 他的出文给了前男友 对吧 对 那你能怎么办呢 你把他要回来呀 要的回来 之后 你 developed 可爱是 应该要是 新疆的 有机会 予你 我 想想想想想想想 你 我 给我 2 2 4 5 6 6 8 8 9 10 10 9 10 10 10 9 所以不要活在自己的纠结和矛盾当中 活在现实里 活在眼前 活在当下 而我想跟女生说的是 这个男生其实简单 而美好 我知道 他所做的一切 我们看起来荒唐的 乐举的事情 都是因为他喜欢你 是 他想要给你们这段爱情 写下深刻的注解 不管未来的样子 当你们翻回到这一页的时候 有故事 有情绪 有内容 甚至还有想念 所以如果 是以爱的名义为出发点 我认为你是幸福的 而且我相信 你不太容易碰得到 如此单纯的男孩 是啊 那在青春的日子里 何不享受这一切 想要跟男孩说的就是 不要纠结于伴侣的过去 也不要轻易地许诺 你们的未来 珍惜眼前 活在现实当中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其实刚才 在你们两个人叙述这些的时候 我脑海里一直想着 都是光良的那首 第一次那首歌 中间很多的画面 剧情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们两个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你要考虑小杨 如果今天 小李真的是 没有转身回来的话 你的第一次也没有了 是不是 你把那么多第一次送给他 可是如果他没有回来的话 那你不是也变成 未来的第二次了吗 人都有过去 但是人怎么能活在过去呢 一定要活在当下 看今天 今天才是你们两个人 正应该去争取的 互相改变 包括女生也是 有这么多的第一次献给你 也是好事啊 互相改变一下 我觉得你们可以走得更好 谢谢老师 太美好的感觉了 其实没什么 你们两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彼此对爱情各有各的理解 总结一句话就是 你给的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女生 你当初 她吸引你的不就是因为单纯吗 所以一个东西 她一定有这一面 也有那一面 你看到了她好的一面 你却没有看到她坏的一面 当坏的一面出现的时候 你说我不要 那怎么可能 人无完人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接受起来确实很难 对 男生 你一直强调第一次 我看来啊 第一次 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在她心里 是第一位 前任 就像一根电线杆 她就稳稳地 矗立在那儿 你要砍掉她吗 你要绕过她走 拉着她的手往前走 如果你一直徘徊在这个电线杆周围转圈的话 是你一直让她陷在前男友的回忆当中 所以一些纠结前任的人啊 真的特别不值得 你就拽着她的手不要回头绕过那根电线杆往前走 物极必反 就是你越要一股脑的想要给她所有的东西 最后就会把她压得害怕了 就像弹簧 你压到底她就反弹了 凡事有度 对不对 如果你过了这个度 那最后失去的就是她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人这一辈子什么都可以背叛 唯一不能背叛的就是自己的过去 你只有真实地去面对过去 既不要刻意地忘记 也不要刻意地提起 你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不要爱得那么狭隘 虽然说你单纯 但不要把单纯拿来说事 你不要刻意地认为我单纯 所以我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我单纯 所以我做的任何事情对于你来说 都是全心全意的 未必 单纯不可以拿来说事 明白吗 女生好像内心极度地纠结 对 你纠结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告诉你 你纠结的就是 单纯这个东西往往是美好 但美好的东西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你发现很多单纯的人做出来的一些事情 都不是务实的 但都是美好 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她以为 她以为可以给你带来美好 但是你却认为 她不能再单纯下去了 如果就她现在再这样幼稚下去的话 那么她将来怎么面对工作 怎么面对生活 对吧 对 所以说这是你最纠结的地方 虽然她做的种种事情 其实你心里有舒服的一面 但也有不舒服的一面 当你要接受单纯的美好的时候 也要接受单纯的幼稚 这十块好材料 就看你怎么用 如果你觉得因为爱 你可以对它进行调整 既能享受它的单纯 同时它也可以因为爱 去面对现实 那就更好 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 你觉得难以消化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这份单纯到你这儿 在将来会不会演变成简单的固执 好吗 就这样 缓一缓再说 不急于做决定 再处一处看吧 还没经事呢 等于现在在大学里还没经事呢 真的要经到事的时候才看人呢 爱情不经事也看不到啊 只有经历一些事才行 当然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你愿意去培养它 你觉得它不错 你就去培养它 你觉得不行 不适合 那你就放手 好了 主意你们呢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经过老师的 这么多老师的指导 然后我也认识到 反正自己确实坐了 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我的出发点 确实是为了你好 想跟你一起走下去 跟你白头洗脑那种 所以我带你去疯狂 带你去刺激 其实就想 给以后的我们 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 我有这么多缺点 然后我以后的话 也可以考虑改正过来 我相信 因为我对你的爱 应该能够改正过来 谢谢老妹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些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去当做葱美